What's up everybody Oh hi 恰恰 今天呢我要來介紹呢 一些時尚產業相關的工作 還有服裝設計類的工作 因為我自己就是 現在有工作經驗有四年 而且我每一年都換工作 我要來經驗分享一下呢 就是在這些工作裡面呢 你大概會做到什麼工作內容 然後你需要什麼樣的能力 或是什麼樣的個性呢 會比較適合這樣的工作 第一個工作呢是時尚編輯 那就有點像是穿著Prada惡魔裡面的小安 那這工作我是在來美國之前做過一年 編輯的工作呢 不外乎就是 跑星明發達會出席品牌活動 寫時尚新聞稿 所以有什麼明星啊 名人或是時尚類的icon發生什麼事 GG Hadid 懷孕 那這就是你要寫的 翻譯外稿 有些新聞是美國那邊先出來 那你就翻成中文以後 PO在自己的網站上面 再來是自己的整理報導 比如說這一季很流行Marine Sears 大家每個明星都穿著牌子 那你把所有明星穿這個牌子呢 整理成一個報導 另外一種呢 就是比較深度的時尚報導 那這一種你可能需要有一些批判性思考 你要擅長整理資料 跟就有點像寫論文一樣 你需要很多reference 去寫出一個有觀點的文章 再來呢就是搭配衣服的部分 那搭配衣服呢 你可能每個月都有一個主題啊 然後有時候不請造型師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自己搭 或是你要跟造型師合作去搭出來 就我之前工作的時候 我們有請過鬼鬼 然後我就需要去商界很多衣服 去幫鬼鬼搭配 然後我要去想一下 可以問他哪些問題 實際上產業其實跟娛樂產業 就是蠻緊扣的 所以你對娛樂新聞也要有很多的認識 我認識一個編輯 他雖然很菜 然後他在他們公司是最值錢的 可是因為他英文超好 他又非常了解Kardashian家族 所以當時他們有一個訪問 Kim Kardashian的機會 然後他從台灣就是打電話 跟Kim Kardashian做訪問 就是Kim Kardashian這個人物是 我在美國 我可能工作至少要10年 我才能真的訪問到他 我頂多是拍照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他而已 總規的能力呢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你文字能力一定要好 你要中文要很會寫 你可以很快的寫出來 跟很有觀點的寫 第二個呢 就是外語能力加分 如果你日文、英文、韓文什麼會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新聞 你可以比別人更早得到 那這樣的話 你的流量可能就會更高 第三個呢 就是對時尚要有敏銳度 然後喜歡潮流 第四個 在100秒以內回訊息 做這種事情很多都是即時的 跟你很容易遇到那種很可怕的上司 所以呢 你隨時都要用手機 一直 一直用 然後隨時都在PO東西 在社群媒體什麼的 第五點 就是擅長社群媒體 就是你要很了解 現在時下的年輕人 跟受眾喜歡的是什麼 然後你可能還需要直播 你可能有時候還需要採訪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 編輯其實就超級超級累 然後常常會灰頭土臉 而且薪水少 可是 非常有成就感 因為你 直接就是你每天都在 下蛋 每個天都在有寶寶 都是你的寶寶 大家都在吸收你的寶寶 真的是蠻適合有熱情的人 然後 不太缺錢 最好不要有男朋友或女朋友 也不要懷孕 對 因為像我朋友就跑時裝之後就累到不行啊 因為 跑時裝之後你除了看秀雖然很爽 可是你看秀的時候你都在拍啊 你都在拍 你都在上傳 上傳Facebook 然後你在外面 就是要立刻看到明星 就是要去督那個麥克風 去訪問 然後立刻拍拍拍 隨時都會拍 然後除了拍這個以外 你不是會帶明星去嗎 你還要幫明星搭配衣服 然後還要管明星的時速 然後 明星還要拍一些業配文什麼之類 就超多事 再來介紹下一個工作 就是時尚公關 時尚公關呢 主要就是增加品牌的知名度 然後增加曝光 維持品牌的形象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做這個的話 你最好是去到一個 自己比較有熱情 比較喜歡的牌子 主要工作內容呢 就像是辦活動 所以你可能要邀請來賓啊 看要吃什麼食物啊 攝影啊 當天要做什麼事啊 像我之前12月去 KUCHI的新品發表會 然後KUCHI就會請很多明星來 然後當天還有拉霸機可以玩 還會送我們小禮物 然後還有人在那邊唱歌啊 然後你就要看說 欸 哪些KOL是我可以發的 哪些是我不能發的 或是怎麼樣才能讓這整個party 變得非常好玩 就是你主要就是要讓編輯開心 讓VIP客戶開心 讓部落客開心 大家只要我們開心了 我們就寫你好的事情 那另外工作就是寫公關稿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文字能力就是 普通就好 因為公關稿都是有一定的 官方的東西 都是有一定的邏輯 然後再來就是要翻譯公關稿 那我在回台灣的時候有幫Dior翻譯一些 英文的公關稿 他們那時候幫採訪一些藝術家 然後這時候語言能力就很重要 尤其是 如果你的牌子是 全球都有的話 你會很容易收到很多英文的公關稿 因為像我之前在紐約工作的時候 我也是負責發那個英文公關稿 給各個國家的那個人 其實有時候其實其他國家來這邊巡禮的時候呢 你可以接待他們也是一件好事嘛 發送公關品 所以你可能禮服啊鞋子啊 這種東西就是增加曝光度嘛 就是大量的送給明星 送給KOL 再來就是要跟造型師還有雜誌社聯繫 因為你要確定你的衣服有一定的曝光度 所以我之前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每次都要在聯繫 L啊 Marie Claire Vogue啊 然後還要去跟各大造型師聯繫 希望明星可以穿我們的衣服 希望雜誌封面可以穿我們的衣服 下一個就是買廣告 雜誌 社群媒體 跟公車廣告 很多是會給數位行銷做 但有些公司可能公關就會一起做這樣子 然後像我們拍攝廣告的時候 我們之前是請Bella Hadid來代言我們的鞋子 然後跟拍攝 那這裡就是我的工作 再來就是時裝周 那是拿來當作是行銷跟曝光的一個機會啦 我之前就是有參加紐約時裝周 跟米蘭時裝周 然後還有另外還有bridal week 你需要哪些能力呢 第一個呢就是你要有辦活動的能力 你要很容易組織吧 所有東西組織起來 要喜歡跟人接觸 而且你並且要很會跟別人接觸 就是 Tou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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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Amanda Nice to meet you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紐約很多編輯 臉都超賤啦 就是嘴巴又超臭的 所以 早上都沒刷牙 你有時候你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都會打量你什麼 一點啦 就是你需要有一部分你要蠻體面的 跟勇於呈現自己 就是臨為捕亂 處理問題的能力 跟止血的能力 因為其實維持品牌形象 這個東西呢 除了剛剛那些活動以外 最可怕的是 像是庫奇 他生產了這個騎士黑人的商品 然後就被大家罵到爆炸 就恨到不行 庫奇這個時候就要立刻出來止血 因為你不止血的話 你的品牌會一直噁噁噁掉 然後像這種大牌子 就是股價直接下跌 很可怕 所以他除了止血以外 他還立刻駭了一個 專門是負責 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這種人 公關能力不錯 就像是Kelvin Klein 因為最近是因為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命也是命 加上又是Pride Month 就是彩虹月 所以他們請到了一個 跨性別黑人大尺碼 的人當模特兒 而且還超大看板在紐約 所以完全就是擄獲大家的心 因為大家 雖然美國人很假 他們就表面上說 我們愛黑人 但他們私下都不知道 然後 但是大家就會覺得 Kelvin Klein這牌子 我可以支持 很棒 但他們公關一直都做得非常好 就是 請的明星啊 什麼都很棒 公關呢 真的不是光鮮亮麗 大部分時間 都很多幕後工作 而且公關的上司 我覺得比編輯更容易 就是分子 我自己是覺得成就感比較低 可是呢 別人會覺得你很高級的一個工作 對 我都 講很多負面 只是想讓大家知道說 你進來這個產業 你知道 你會遇到什麼 那 如果你就算遇到這些 你會遇到這些 你還會喜歡的話 那你趕快進來 再來是造型師 好 我跟造型師的工作沒有太熟 但我認識很多造型師 所以我覺得 就是首先你就是跟名人雜誌 跟品牌 攝影師合作 再來就是你需要商界很多衣服 所以你要跟品牌關係很好 然後呢 你有時候是需要去聯絡工廠阿姨做衣服的 因為我認識一個專門是幫明星做造型師 幫唱跳團體 對 可是唱跳團體現在沒了啦 那個唱跳團體是 我忘了叫什麼耶 我不記得叫什麼 反正就是也四五個人這樣在台灣 然後他就是需要去 常常需要去找阿姨幫他們做 訂做衣服什麼字 另外有那種 然後In-House的造型師 像是你網站如果你要上架商品阿 那你要去怎麼搭配 你什麼上衣搭下衣 或是走秀的時候要搭配衣服 也是靠這個造型師 我跟你講 好的造型師真的帶你上天堂 因為有一個牌子 我之前去看他的秀 我就 因為我朋友是在那個牌子工作 然後他有票讓我去看那個秀 然後我去看秀的時候 我就說 你們的單品看起來都很奇怪 可是全部搭在一起就超好看 就是他那個T 他一整個上衣喔 是一個高領的 然後上面一個老鷹 那個老鷹是只有眼睛的圖案 然後是直接印一個真的老鷹上去 然後你平常看 你會覺得好像有一點 美國中西部那種紀念品的感覺 可是他就是搭的方式 他搭的靴子跟那個帽子跟那個 leggin什麼 全部搭在一起 就是覺得好潮 好厲害 這工作呢 你需要的條件就是第一個 就是非常有搭配邏輯 對顏色還有身材 跟那個人的身材 還有個性的敏銳度要高 第二個就是創意跟個人風格 像是Billy Porter 他最近就是 他算是一個男子 搞笑男子 但是他就是靠 穿這種類女裝的方式 呈現自己就紅一波 所以其實你搭的好 你是很有機會可以跟著他一起 跟你的年名心情上升的 所以你除了要了解他 你要了解自己 第三個就是 你要真的知道超多牌子 第四個就是 你如果有基本的縫彈技巧 跟妝髮技巧 你會很加分 第五個就是要請於奔波 一個女明星走紅毯 她背後可能 已經跟五個品牌借衣服 每個品牌 她各借三套 你跟一個品牌借衣服 你要先寄信給她 跟她確認 確認以後她送給你 他們整個可以借的衣服 然後你選 她選 搞半天 超累 累到不行 而且你借完衣服 不只衣服 你以為她只穿衣服 她還要穿鞋子 她要弄頭髮 她還要借珠寶 下一個要介紹的工作呢 就是服裝採購 然後她就是買貨 就像是一些買手店 你可能就要出國去選貨什麼之類的 或是你是一些百貨公司 你可能要買貨這樣子 所以像巴黎呢 就有Market Week 就是專門是給買手下單的日子 然後我之前上班的時候 公司的業務呢 每幾個月都要去巴黎去賣衣服 就是有時候在秀上地板 你會覺得 這個老老人好像也不能很時尚 不知道在幹嘛 那她可能就是 Bergdorf Goodman的買手 所以像是買手的工作呢 這過程就是 一開始公司會給你一個預算 然後你需要用這個預算呢 自己挑貨去創造最大值 所以你過程 一開始 開會的時候 可能會討論新品啊 分析趨勢啊 然後去看 就是去年的那一季報表 像我之前的公司 你可以看到每一周 他們到底賣了多少商品 賺了多少錢 然後重點是這一周 為什麼商品會賣那麼多 為什麼會賣比較少 還有寫很多原因 可能是週末是聖派翠克節啊 或是週末下大雨啊等等 就是有很多的那個細節 然後就是會討論預算 這個時候你就要分走去各大showroom 去看貨 然後去調貨 之後才是累的開始 就是你要下訂 下訂以後你要付款 收貨 建立答案 然後再分貨配貨 配貨之後你還要教育訓練 因為你要確保 就是你的店裡面的人 知道要怎麼賣這些東西 在快時尚呢 其實也有很多採購 因為快時尚呢 你會去很多批發商 很多中上油廠商 他們就是專門設計給快時尚的人去買 Forever 21他們一開始也是靠 就是先去買貨 才開始有今天這麼大的牌子 然後所以你會常常看到很多快時尚 他們其實衣服都差不多 因為除了是因為大家是流行以外 他們可能都跟同一個批發商去買 所以在台灣你會看到很多 韓貨或是淘寶貨的那種代購 其實代購也是採購的一種 因為他們去挑貨嘛 對 然後有時候呢採購了 如果你訂單夠大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改設計的 所以這也是工作一部分 例如說你想要 袖子短一點啊 領子換成黃色啊 這個圖案換成什麼啊 稍微換一下是OK的 能力的部分呢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數字能力要非常好 你要對數字很敏感 而且你Excel要超強 透過數字以後 你可以去看那個配貨 因為配貨真的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像是 像你會知道像Marc Jacobs 他的店裡面呢 其實很多都是賣他比較平價的東西 就是小包包啊 T恤啊 衛衣啊之類的 但是他還是會有 兩三件你在秀上看到非常華麗 那種很華麗很多毛的那種衣服 就是那種不是賣來賺錢 那種就是賣一個形象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做這工作的人 是需要很喜歡錢的 你要有很有商人的思維 你要對錢很有感覺 因為我對錢是很無感的 所以其實我看到 每次看到報表說 這衣服賣好或賣不好 我都覺得 關我屁事喔 就是我今天不是很想管 就不關我的事啊 就是對 可是因為有些人 就是可能金牛座吧 有些人就是真的看到那個錢 上升以後就會覺得好爽喔 就是喜歡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你就會很適合這個工作 下一個就是服裝商品企劃 Fashion Merchandiser 然後其實這些工作後來都會 跟服裝設計有點搭配到 這個工作呢就是 你需要購私品牌形象 分析流行趨勢 跟開發設計不同的商品 然後再來就是 每一季服飾企劃 布料 款式 配料 各種選擇 再來呢你要繪製服裝工程圖 就是你要畫這種小圖 然後這樣才能送給工廠 因為你要會製作技術包 技術包就是一個你會送給工廠的東西 然後後面會再認真提 這是比較淺的服裝設計師 就是你不一定會畫畫跟縫衣服 但是你還是可以做服裝設計 像這種缺 其實在美國你是去那種 Ralph Lauren啊 Calvin Klein啊 Tommy Hilfiger啊 這種牌子會比較缺這種工作 因為你通常每一季就是換換顏色 改改改東西而已 不是真的要你去思考一個很有創意的東西 那就可以做這個工作 能力的部分 一你要會商品的賣點分析 二呢就是簡報能力 第三個趨勢分析 第四個呢你要會形象企劃 第五個就是Adobe的Photoshop跟Illustrator 這個能力其實在後面都很重要 就是只要做服裝設計類都要會這個能力 下一個工作就是服裝設計師 就是我本人Fashion Designer 然後我其實常常在我的影片裡面講到這個 然後或是我拍的影片是跟這個類似的 所以大家有空呢可以去看一下喔 首先呢你要提出創意的點子 融合不同的靈感去創造不同的商品 再來呢你要會預知未來的趨勢 你要知道What is next and fashion 並且在不失品牌風格之中呢 創造出特別的流行 再來就是跟服裝商品企劃的工作 會有點雷同到 就是因為你還是每一季嘛 每一季你還是要去規劃說 它的布料款式 顏色配料啊等等的東西 服裝設計師很重要是因為每個牌子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就可能是婚紗啊或是上班族穿的女裝啊 禮服啊 男裝啊 童裝啊 之類的 然後像是針織就非常的缺人 因為 針織就是大家比較不喜歡 就是 因為針織就是 像是襪子 這種就是針織 毛衣這種就是針織 針織其實 你需要很長時間的學習才能 織出很好的東西 或是很會織 就是學的人比較少 而且台灣其實服裝產業發展的 當然是時尚產業沒有那麼好 但是 其實 在布料上面 其實國外喔 你在大陸做的衣服喔 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布料是來自於台灣 就台灣其實是布料之家 你有時候也是會跟什麼採購什麼都合在一起 就是這些工作其實有時候 看公司規模去 就是去多一點責任 少一點責任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要會Adobe Photoshop跟Illustrator 第二個就是你要會畫服裝畫 就是要用手畫的那一種 因為很多公司 他雖然說用那個畫也可以 可是用手畫的話 你很快的可以visualize你的idea 就是你一下就可以知道你想要的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了解服裝的構成 從打扮縫紉跟立體剪裁 當然有時候會有板師 你有時候會有縫紉師 可是如果你自己了解的話 你才知道說 你才去發展那個idea 不然你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第四個呢 我覺得你要具有創意跟有喜歡實驗的性格 因為你突破框架 像很多現在的設計師呢 就是是因為突破框架有自己的路 你要走出自己的路 才會讓大家喜歡 第五個就是你要是一個有靈魂的人 當然工作上不一定要有靈魂啦 但每個設計師 你會知道說像這個東西 你一看就知道這個 這個一個皺褶 就是啊 Vivienne Westwood 最喜歡在那邊來一個小皺褶 就你一看這東西 你就知道是出自誰手 一看就啊 穿九寶林 從內 你知道嗎 這樣 一個能量的感覺 這工作其實比較辛苦 然後我覺得 在學習的過程中 比前面好幾個工作 需要更多的時間 跟你還需要一點才華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這個事情 對 然後我覺得 可是成就感是最高的 然後比起幫別人工作啦 更喜歡幫自己工作 下一個就是時尚技術設計師 然後我不知道 中文是不是這樣翻 可是英文就是 technical designer 有時候有一點production在裡面 這工作在美國也是很多 這工作就是 我是一個服裝設計師 好 我弄好了 我知道我要什麼材料 我把我這個draping 這個立體剪裁 我這邊幾個皺褶 怎麼都弄好了 再來呢 我要去交給這個technical designer 他會負責這個所有的fitissue 就是他的合身度 sml ml多大 s多大 m多大 這個腰要不再收一點 他會非常 這種工作的人是非常仔細的去 他會去丈量每個衣服 確認所有尺寸 確定你這個衣服是對的 然後呢 他可能會排馬克啊 然後在生產線上 不要浪費布料啊 知道什麼 複料什麼都從哪裡來啊 然後把商品做成一個技術包 前面講到很多工作也會做到 就是一個techpack 那技術包呢 這就是技術包 他這個表呢 上面會告訴你衣服要怎麼做 然後所有的布料 布料 顏色全部都寫上去 然後當你把這個包交給工廠以後 工廠就會直接啪啪啪啪啪 就知道要做什麼了 你不用再跟他溝通了 再來就是這個工作有時候需要跟中國 越南 土耳其有聯繫 因為他們是跟production 工廠 專門生產衣服工廠的部分 是非常的熱絡在往來的 那能力的部分呢 我覺得 首先嘛一樣 Adobe Illustrator 然後你可能要會一些 輔助用的工具 一些CAD 可是其實很多公司用的軟體 如果不同你進去 他們都會教你 對 然後第二個呢 做事要非常細心 你是很喜歡細節 很在乎細節的 第三個呢 就是因為這工作 比較沒有創意的部分 也沒有什麼 啊 我 你 我 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喜歡當幕後小天使的人 這工作就是為你而設計 就你想要幕後小天使 但你還是想要fashion 你就可以做這個工作 OK 我今天呢 很認真的分享了 就是在紐約啊 或在台灣 你可能做時尚這一塊 你可能真的會做到這些工作 然後比較行 比較多人 多的職缺 那會因為公司的關係 而有大有小 因為有些公司 他們有專門開發布料的 他們還有專門去染顏色的 就是 你要看你公司規模大小 那基本上就是這些工作 然後其他就是 從這些工作下面 開始去延伸 如果你念大學 你在想你以後想走時上產業 那你要怎麼去 就算你不是念服裝設計系 你要怎麼去更靠近 這個工作需要的性質 你就可以朝那邊去下手 好像大概就是這樣 喔 我覺得我今天真的很認真耶 喔